来 来 来 快点 来 走 来 让开 让开 小心啊 小心 来 让一下 师傅 小心啊 来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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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下 慢点 小心 过去 叶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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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莱惠 叶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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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洋准 那个 你的氛品转过来没有 他转过来了 但是 孩子保不住了 还有 叶医生他 叶医生他怎么了 叶医生追劫匪 摔到地上晕倒了 他被送进了医院 现在在二号手术台上 叶子她怎么了 你怎么在这里 叶子是我的妻子 我当然在这里 她现在只是暂时昏迷 没有危险 既然没什么 为什么把她放在手术台上 你们是想把她的孩子 孟杰 你出去 你去二号手术室 负责李慧萍的手术 你们都出去吧 你出去 干吗 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趁她没有心把孩子拿掉 我是不会让你这么做的 那你是在看她死啊 我马上找到最保守的治疗方法了 什么叫马上 我等不了了 叶子更等不了了 你知不知道叶子为了你的孩子 才连命都不要了 你先别提孩子 叶子马上就要没命了 请 今天的新闻信息量很大哦 先是惊险动作篇 叶子一身不顾自己怀孕的身体 永追飞车抢包贼一条街 不慎摔倒在地 接着上演虐心偶像剧 妇场科内男主角英雄救美 报警 许进到 war ziehen海 adhere子 你没事了 孩子还在 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地保护你和孩子的 老婆 老婆 都是我爸爸 从今以后 我一秒钟都不会再离开你 莫医生 慢慢给你脱离危险了 孩子呢 对不起 我无尽力了 真的狗血 比电视剧狗血多了 这陶腾一出来 好了 想不想啵啵啵 不就没戏场了 人生比戏更精彩呀 据说这陶腾是无罪释放 你说这黄肇胜要是不被抓进去 他能出来吗 那我觉得奇怪 你说无罪还能关那么久 听说这陶腾啊 是天明院长背的黑帝 这么说陶腾这个人 还挺仗义的啦 你们说 叶医生会不会早就知道 陶腾能出来 所以 他无论如何都要生下这个孩子 想什么呢 这孩子还没出生 妈妈就先死了 我真不知道叶医生是怎么想的 你们说 如果叶医生这样对陶腾的话 那他们之间就是真爱了呀 那我们家伯伯不就没喜唱了 我又表现爱情了 走 我回家去 回去了 李慧萍 今天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看什么看啊 流氓 我 我怎么流氓了我 没看见我再给孩子喂奶吗 走了 没事吧 宝宝吃奶呢 你到底给不给我换房间了 你爸还是院长呢 我可不想和人家住一个病房 换换换 你坚持几天马上换好不好 包包包包包包 我说你俩说话能小点声吗 比影响别人休息好吗 我说话怎么大声了 你说话还不大声 怎么了 又想打人啊 你们先去吧 杨医生 你来了 孩子的事非常抱歉 那我们可以再做释款婴儿啊 可目前你的情况呢 是不能再深藏男子了 老天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 你还来这干什么 这是妈给你炖的鸡汤 叶子 对不起啊 不是做着对不起 都能被原谅 妈还说 她不逼你把孩子留下来了 我不想再听到这些了 叶子你别这样 我知道我错了 我也不求你能原谅我 我也不求你能原谅我 但是为了你的健康 为了你的身体 你不要这么忍心 把孩子拿掉吧 遗兰子 我告诉你 当你说出 拿掉孩子这四个字开始 我的孩子 就跟你逃走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你出去 马上出去 叶子你别这样 你需要我叫保安吗 你出去 出去 出去 别挡道 那你保重 我过两天再来拍你 杨医生 你坐吧 杨医生 我不是还有四个洞配吗 可不可以找人代约 我公布前的法律 代约是不合法的 那我记得 我当初还把多余的卵子 作为捐赠 可不可以告诉我 都赠给谁吗 当初我们签协议的时候 我相信你们还记得吧 无论是捐赠方还是受捐方 必须双盲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们 那也就是说 我再也不能有属于自己的孩子了 杨医生 求求你告诉我好不好 我真的不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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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 我绝不会再放开你的手 可我怕 不用怕 因为我在 我怕一个人 不会再受到伤 不管发生什么 放手去害怕 我不会让你 和你的孩子 再受到任何伤害 老婆 你最爱漂亮了 还是戴上吧 你是想我丑吧 怎么会呢 我是怕你着凉 我们的孩子没有 我活着也不会快乐的 慧禀 你答应我 咱们先好好治病 好吗 你还要是想我 我自己想你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我可以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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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是说我冷静 但是 但是看到你每天这么痛苦 我没办法冷静 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 就算你恨我一辈子 就算你离开我 爱上了别人 我要看着你健健康康的 对我来说 这比什么都重要 她情况怎么样 睡着了 我说的是她的情绪 情绪还是很稳定吗 她弓颈癌已经是EBR7了 癌细胞的扩散 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快 是 现在需要马上进行化掉或者放了 后面还需要一系列非常复杂的手术 我已经答应她帮她把孩子生下来 只是需要点时间 我已经联系了美国耶鲁大学的医学院 他们目前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相信很快就会有进展 我已经有胖子了 我已经看到了 阿姨抱抱 阿姨抱抱 真可爱 这孩子好像跟你比较亲啊 医生 你看一下我女儿 她经常哭 而且你看她身上 你看她脖子就像你了 发了好多红疹子呢 因为你的孩子是冷冻卵生子 冷冻卵子的技术 现在还不成熟 孩子的健康性也较低 所以我们一般不建议 进行冷冻卵生子 要是有别的办法 还需要走这一步吗 孩子有问题的话 随时呼叫我 记得多给他喂母乳 谢谢医生 没事 我都干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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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李慧萍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不休息啊 睡不着 就出来走一走 别走了 不让回去休息啊 你看 护士长 跟我同屋的是院长儿媳妇吧 是啊 你问这个嘛 那院长是叫李大财吗 是叫李大财 怎么 你认识我院长啊 没 我怎么会认识 她儿媳妇应该是投胎吧 她卵胞特别少 所以她这个孩子特别不容易 咱俩回去休息吧 我女儿呢 你看见我女儿没有 你看见没有 躺在那个医药车里的 我女儿呢 怎么了 怎么了 我女儿不见了 女儿不见了 我女儿不见了 什么回事 我女儿被人报告了 我女儿呢 张明明 别着急 我去查查监控 快去 找她的女儿不见了 她同屋的李慧萍和她老公 也不见了 有没有可能会 求子勋切 会不会是他们把孩子 给抱走了 李慧萍的老家 好像是绍兴的 那咱俩去找吧 走 我们去哪儿找啊 那边 他在哪里呢 你是吧 李慧萍 快跑 别跑 李慧萍 站住 别跑 别跑 站住 站住 别跑 站住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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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站住 站住 别跑 别跑 快 bud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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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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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疯了 杨医生 你告诉他 这个孩子是用我的卵子生的 这孩子是我的 是我的呀 你胡说什么 医生 他都神疾病了 你们还把他拉着啊 我没胡说 你放开我 我清醒的喊 赵明明 你老老实实告诉大家 这个孩子是有那卵子生的吗 要不是你有一个做院长的公公 怎么会轻易得到垄断的卵子 孩子是我的 是我的 他是我的孩子 杨医生 好 就算这孩子是用你的卵子生的 那也是从我的肚子里面出来的 这就是我的孩子 这孩子是我的 谁都不能抢走他 他是我的 老婆 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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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长 找两个不同的房间 把他们分开 是 走了 走了 你们怎么搞这婚人面子的 他们怎么知道的 还痛吗 救了小宝宝是好事 但是你下次不要再这么冲动了 万一摔坏了怎么办啊 我知道了 来 我来吧 来 老婆 出事了 怎么了 你大哥要出事啊 不是 只想笑笑笑 想要飞 只飞也飞不够 我要飞 不要 抢抢 下来 别过来 别过来 抢抢 小心点 你告诉我 你要飞到哪儿 我要飞到月亮那儿去 我要让月亮 帮你跟小孟 跑红线牵牢 你们就可以在一起 在一起 在一起 对对对 在一起 大哥我跟你说啊 孟杰和军伯马上就要办婚礼了 你就不用飞到月亮上去了 知道 对 在一起 你骗我 孟伯还是不打一个结婚 我还是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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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水秋水 我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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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孟杰 结婚还不行吗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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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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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不要再说了 我明白的 为了大哥 我愿意陪你做一场戏 什么 你看大哥这样 好一天坏一天的 今天这事 要不是孙高发现得早 还不一定会怎么样呢 那明天呢 后天呢 你不可能 每天都陪着他吧 所以 我们干脆陪他 做一场婚礼 也好让他放心 可是 这对你来说 太不公平了 没什么公不公平的 我就当 小时候玩过的游戏 够佳佳 我愿意的 知道你担忧什么 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缠着你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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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孩子真是怪了 那个坏女人一抱他就不错了 不可以再亲妈还抱不得了 老公 你说这可怎么办啊 也许真是他的卵子起了作用 我告诉你 就算这孩子是他卵子生的 那也是从老娘肚子里面掉下来的肉 就算亲家荡肠 我也保住我的女儿 我是他亲妈 唯一的 老婆 吃点吧 不要吃 那就吃点吧 要不然身体会被拖垮的 你慢一点小心烫 慢一点 老公你说得对 我不能把自己身体拖垮 孩子还没抢回来呢 老公 要不我们把房子卖了吧 我跟他耗生了 孩子应该属于我们的 一定要把他抢回来 试管婴儿手术实施过程中 会充分考虑 捐精或者捐卵者 与孩子不分布在相同地区 生物学上的父母 在法律上是不被承认的 不是用DNA主义 他们提供的只是一个生殖细胞而已 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李慧萍是不具备母亲的权利的 但是现在李慧萍获悉孩子 是由他的卵子生成的 这种天然的情感 已经不是法律所能解决得了了 但我是他妈 我才是他妈 他是从我肚子里面爬出来的 他从软槽里面取出来的 你有给我学悦怀胆辛苦吗 你拼什么当他妈 你知道他家里长大笑谁吗 鼻子眼睛嘴巴都会预算我的好不好 你看看 你有证据 你有证据兄弟男女是你的吗 所有医生都看见 父产科连是非多 精子卵子打官司 试管婴儿技术 让以往不可能出现的生命过程成为可能 这个孩子的出现 不仅弥补了女性生理的残缺 而且可能会挽救一个濒临崩溃的家庭 通过捐卵而生的孩子 究竟属于哪个母亲 多数美满幸福的家庭 还是保守这个秘密吧 但鉴于李慧平已经得知这个孩子 是自己乱志生成的 也曾试图通过法律的途径 讨要这个孩子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最后的审判一定会有一个公正的判决 但从我哥来说 还是希望这个孩子的两个妈妈 能真正的和平相处 让孩子多一份爱 不是更好吗 希望这个孩子 最后能成为两个妈妈的孩子 已经成为事实 我们呼吁两个妈妈 化刚歌为玉帛 共同成为孩子的妈妈 给宝宝多一份母爱 知识地请投票 你好点了吗 我给你煲了点汤 来 你放心吧 我不会下毒的 谢谢 说实话 我原来挺看不上你的 但是现在不这么想了 我挺羡慕你的 有那么多的人爱你 我觉得 这就是作为一个女人最想要的 可我现在最想要的 只有我的孩子 陶藤已经回来了 她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啊 可孩子的亲生父亲 却不想要这个孩子 波波已经答应跟我结婚了 祝福我们吧 他会有什么样的 他会有什么样的 这样子 你真的要什么样的 你可遵约